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失礼失礼 把公公给冷落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内市省大总管万有乐万公公 这位是家母 这位是我的师爷陆彦卿 原来真有个万公公啊 什么 万姑伯母还真没瞎说呢 对了 宁香和伯母呢 宁香 伯伯 大人 大人 您就别去找了 他们 他们已经走了 他们走了 他们去了哪里了 敢不告诉我 我 我说呀 你在京里没看见宁香啊 我为什么会在京里看见宁香呢 他们母女去了京里啊 我 娘 怎么回事 我 阿爷 你跟李公公前脚一走啊 宁香就流言出走了 说是要跟随你到京里去呢 后来 前天晚上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 拉着万姑就跑了 还留了一封信呢 你看 天生啊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其实嘛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你没听人家说过吗 福气本来就是那个 同龄鸟嘛 大难来临 肯定都闷声不响的各自跑了 你就别 干嘛 什么同龄鸟啊 还罗骨鸟呢 人家是指啊 生长在同一片树林里的 同龄鸟 同龄鸟啊 我以为啊 叫得跟同龄似的一种鸟儿呢 糊里糊涂的啊 大人 铁山 大人 铁山 铁山你到哪儿去啊 铁山啊 你干嘛去嘛 铁山 铁山 铁山你回来啊 凯咁里做就会让我来啊 铁山 铁山啊 铁山啊 动龄 human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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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PF 云 Tho 上去 你怎么啦 告诉你你怎么了 ерт跟车 我aton internal 母战 我的手 師父 快 扶她上床 是 妮莎 好了 讓冰蟬替你吸毒吧 冰蟬 吸毒 這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想當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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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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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中注定的事 挡也挡不住 躲也躲不了 我 快起来 你们怎么了 你干嘛要跳谁 就是嘛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轻声 就是嘛 人家都知道世上英雄难过美人观 就是嘛 看你一副要轻声的样子 气管我跟细一及时赶到挽救你的小生命 就是嘛 你要跳下去 我跟你一起跳下去 就是嘛 我也跳 你去吧你 燕青 救命啊 救命啊 我不会跳 燕青 你们两个都一样 自以为是 我不会跳 你不是要跳水的吗你 谁要跳水的 只有她才会做这种傻事 燕青啊你 你太狠了你 是 你现在的钱 olsa 还生太急了半天一定有很好的理由了 我是很担心宁香 她就这样一个人去了京城 我相信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和我生死与共 可是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从此销声匿迹 我想来想去 她都不可能这样对我的 除非 除非她是处在一种彻底绝望 万念俱灰的情绪底下 我 我就 是 若不是因为黄命在身 我真想立刻就去找她 她酿与世无争 而且又不识人间烟火的人 根本不知道世道的险恶 我怕如果不赶紧找到她 把这个谜题解开 真正想不开的会是她 明天就要把武僧处决 做个了结 记得宁香说过 她来自山上的白云怪 也许她就是回那儿了吧 人家都走了吗 你说这孩子 她还找出一大堆理由替人家解释 她还在那心急如焚的 你笑什么你 我忍不住啊 什么 我那瓜算得多准 不是困在京城 是为情所困 你个死乌鸦嘴 又来了 这才叫做泽水困呢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泽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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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 困个屁 一切 啊 啊 带人犯 放开我 快放开我 放开我 弄得跟真的一样 你吓唬谁啊 西北大人 人犯武三待到 跪点 唐典生 你只是个小小的县官 根本不配问斩我 你凭什么摆这种阵仗 按照律法 就算真要问斩 也该层层转上去 只转到刑部来定夺 你根本没有资格问斩我 这完全是禁阅 是违法乱纪 你现在知道 要把律法搬出来了 你要讲法 早该用在当时 而非现在 恭请上方宝剑 遵命 上方宝剑在此 勇如皇上御驾亲临 吴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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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主山县令航铁生奉旨奸斩武三 无时已到原犯也以验名正身 赶 赶 发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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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应斩盾是真的 不 不 不可能的 我是才子爷亲近 所有手啊 活着不会斩我的 你 你 冤枉 冤枉啊 冤枉啊 太子殿下驾倒 参见太子殿下 殿下 你终于来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起我不顾的 殿下 救我 快救我 这小仙官 他已经疯了 居然敢将我问斩 住口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谁叫你们兄弟俩平日多行不义 以此多方包庇为户 这是枉费本王一片爱财的苦心 如此栽培提拔你们 结果却差点握在你们的手上 现在将你问斩伏法 是皇上的旨意 天意难为 你也只有认了 什么 认了 叫我认了 太子殿下一命 你兄弟武纲已经命丧刀下 现在轮到你了 如此下场也是罪有应得 唐大人 别让本王耽误了你 请行刑吧 为什么要追呀 带 他 交 我最不该死啊 真正的祸首是太子 你们知不知道 他干了多少 昧着良心的黑心事啊 你们不要被他的位相和假面 给蒙骗啦 一群昏官 愚民呐 好你一个太子爷 亏我们兄弟俩为你做牛做法 到处来 落得个兔死狗烹 算你狠 你太阴险啦 你给我等着 我们兄弟俩做鬼 都不会放过你 杀 杀 我诅咒你 诅咒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你一定会遭到天前的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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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起来 大家都快起来 不要再这么拘礼了 我知道 上一次呢 大家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可是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各位请放心 这一次 我当真是得到父皇的首肯 专程回来赎罪的 另外呢 父皇还特别嘱咐我 要我好好地和杭大人结交一番 我倒是有这份心 但不知道杭大人 还介不介意啊 太子殿下愿意折截下交 这是下官的荣幸 好 好极了 雨山 在 你现在马上出发上山 见到白云冠通知一声 就说我随后就到 那雨山就先行一步了 请示殿下 不知为何要前往白云外 自然是去拜访宁香姑娘 怎么 你不知道他们人在那儿吗 下官不知道 而且下官也正急着想找他们 这倒是怪了 你们不是相知甚熟的吗 下官也觉得奇怪 殿下不是跟他们不熟的吗 人生的际遇是很难说的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我私自出宫散心 不巧遇上了几个流氓找茬 偏偏我又多喝了几杯 手脚不听屎换下 差点就吃了大亏 幸好凝香姑娘及时出现 替我解了围 你说我这一趟能不顺道去歇气他吗 如果没有疑问的话 你可以去点选护驾随行的人马了 是 奴才 恳请太子殿下恩准 奴才难得出宫一趟 不知可否在此多逗留几天哪 有乐啊 你可是老宫人了 这上方宝剑可是比我还大 要是落在什么有心人的手里 出了什么乱子的话 是你担带的 还是航铁生担带 这 殿下顾虑得甚是 甚是 依我看 为我护驾的随行人马倒是不必多 加派人手护送万公公回宫才是正经的 是 下官明白 是 下官明白 燕青你快点吧你 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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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生啊 铁生 铁生 你慢一点 等等我呀铁生 你听我说呀铁生 我跟你说呀 你刚刚没来 就是嘛 又结了 又迎接了太子 送走了万公公 你说多辛苦连口气都没穿 就是嘛 这个伺候太子爷的事呢 就交给我燕青去办 你想想我能不去吗 别说护驾太子是我的职责了 他刚刚也说了 宁香和伯母都在白云怪 我更是非去不可 你去了也是白白伤心 你何苦啊你 白白伤心 为什么啊 什么意思啊 啊 你们两个别遮遮掩掩好不好 你们想说服我什么 把话说出来啊 好好好好 那我就多告诉你吧 在你还没平平安安回来之前呢 燕青给你算了一挂 说是 脏水困 择水困 反正就是被困住了嘛 一开始呢 我们还以为是被困在京城里呢 后来才明白呀 实际上是 被禽所困 那个挂还说 孙 你被人家欺负 落得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毫无希望的 你还爱人家爱得要死呢 人家早就变心了 你傻里呱唧的一点都摸不清楚状况 变心 你们两个居然怀疑宁乡遗情别恋 那当然了 要不然他干嘛跟太子话题为友 而且根本就不管你的死活 也不理我们 还跟太子在白云罐见面 种种迹象表明 那个挂太准了 你别听燕青 在那胡说八道了 我说这不信不行啊 启仙啊 他才说了一个红字 就把咱们折腾的轻晕八速没完没了的 这次他说了这么多字 你敢不信呢 你敢不信呢 启仪啊 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呀 你干脆说我是乌鸦嘴不就结了吗 行了行了 铁生啊 反正啊就是一句话 天下父母心明白吗 我怎么会唱的 那我跟您一起唱的 那我信他们 他不信 我们要不信 他不信 你说 他才不信 他没有信 他不信 你看 他没有信 我信 他也不信 他就是愿意 爱 他不信 她也不信 他不信 钱 你别说 你不觉得他在这方面跟你其实很像吗 你不就这样对爹的吗 臭小子 你就知道你一抬出你爹来 娘就没辙了啦 谁叫我娘啊 是天上仅有 地上无双 人间少见的奇女子啊 可惜啊 煮的饭太难吃咯 你 你说什么呀你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别开玩笑了 说正经的 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太子殿下 坦白说 他这么快再跑到竹山来 实在让我觉得太意外了 我不认为 他是来目睹武僧的伏法 或是为了在孙老夫人灵前忏悔 我觉得 太子现在就像一只闻到了血腥的野兽 如果是针对我来的 个人恩怨到事效 万一冲着您相来的 不是我要吓唬你们 背后的事情就更严重了 什么是这么严重啊 是关于妄姑伯母和宁香身份的问题 万公公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 他们真的跟皇室有什么关系吗 目前为止 我也还不敢断定 万公公的反应虽然极不寻常 可是他也没有具体说些什么 我在想 白云冠的师父也许会有些线索 那你还不快去呀 江姑娘 太子殿下愿意驾临闭关 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会准备妥当 恭候太子殿下 多谢无臣师父 师父 您找我们 是这位江姑娘要见你们 还是代表太子殿下前来 娘 我们快走吧 两位请留步 雨山是带殿下先行前来通报的 回头殿下就将亲自上山 面谢冥香姑娘在京城里的仗义相助 仗义相助 冥香姑娘 你现在方便吗 我想私下给你谈一谈 行吗 抱歉 抱歉 我不太方便 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谈的 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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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 伯母拜托你了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真的需要单独和宁香姑娘谈一谈 行吗 可以吗 好吧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一定觉得我很莫名其妙 不知索云是不是 所以我求你 我求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好不好 好不好 你起来说吧 谢谢 事情是这样的 这次皇上召行铁声进京 其实已经成如在兄 打算要严惩太子 我和太子从小一块长大 情同兄妹 你说 我能不着急 我能做事不顾吗 所以 我就夜叹会馆 不顾自尊的 向航铁身 献身求情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 我知道这件事情会让你很受伤 可我 可我实在是情不自禁啊 我第一次在竹山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已经对他一见倾心了 可碍于身份和情事缘故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近他 所以我承认我的现身 一半是出于私心 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 只是我并不知道 圆了我的梦 却碎了你的梦 直到这一趟 我随太子前来 我心喜若狂 以为 以为我又可以见到他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 他对我的态度 好冷淡 他搬出了和你的一段情 来拒绝我 我好伤心啊 我这才恍然大悟 我心碎了 我六神无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大概是上天可怜我 要太子命令我 上山来传话 我知道你伤心你痛苦 更恨我的不知羞耻 横刀夺爱 可是 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呀 我的心 我的人 都已经给了铁身了 我不能没有他 林湘姑娘 我求你 我求求你 我拜托你不要再折下去了 可你怎么说呢 太子和铁身 他们马上就要来了 铁身最想见的是你啊 如果你不救我 如果你不拿出个态度来的话 那我就死定了 我求你林湘姑娘 你愿意救我吗 你愿意吗 林湘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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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宽 你愿意宽 我 rooted心 林湘姑娘 我愿意宽 好 你愿意宽 好 你一声 驾 你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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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声还好吗 和你们母女分别以后 我一直好担心你啊 杭大人 这里不欢迎你 你请回吧 什么 这里是佛门禁殿 不欢迎心术不胜之人 你在说什么 怎么困事啊 你走是不走 你走是不走 敏湘 敏湘姑娘 你这是干什么呀 有话好好说吗 快住手啊 敏湘姑娘 去啊 去啊 拿开你的手 不许碰我 听着 我不知道你在生我什么气 可是即便我有千万个不适 也要让我知道原因的 自己做的事 自己心里有数 我 我没有数啊 好 若你真要判我死对的话 你 你至少会给我喊冤的机会啊 你居然还喊冤 天哪 你的功力差多了 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受了内伤 我不要你假惺惺的 你别再动录运功了 这样会伤到自己的 我不用你管 你这样 你干嘛不还手啊 我怎么能还手呢 你的内伤已经这么重了 如果我再反击 不是更加被伤害到你吗 一个已经心碎的人 还会在乎什么呢 领香 不要过来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你对我这么恨之入骨 却也不容我解释一次半句 但我不能就这样 任由你误会下去 所以 我别无选择 我要过去 非过去不可 哪怕你招招毕命 也挡不住我的 你不要过来 你给我站住 你听到没有 快点给我站住 我警告你 你再过来 我下手绝不会留情的 住手 快住手啊 不要伤害他 我求求你 不要伤害我的铁绅啊 江姑娘 你在说什么 是我们负了你 对不起你 你 你要打 你就打我好了 江姑娘 你在做什么 铁绅啊 请放手 请你自终啊 江姑娘自终啊 航铁绅 你太过分了 不 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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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申 雨申 你怎么了 雨申 来人哪 回来人哪 雨申 雨申 什么 叶太会怪献身求情 江姑娘 你为什么要无中生有 你当这种子虚乌有的事情呢 你哭什么 这件事关系着你我的清白 你得把话说清楚啊 什么叶太什么献身哪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还在这儿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江姑娘 站住 你得了便宜还要卖乖 居然还好意思逼问她 你要叫她说什么 难道把那天晚上的情形 具性民意的都说出来吗 好汉做事好汉当 如果我要做的话 你叫我怎么承担我的误话可说 可我只知道我什么都没做啊 你的意思是说 与山在说谎吗 好 那么我请问你 一个出身在宫廷 从小就受到严格礼教约束的姑娘家 会随随便便把自己的名节 拿来如此糟蹋吗 这个殿下不应该问我 应该去问问江姑娘 你 启禀殿下 请殿下恕卑职兜蛋直言 江姑娘也曾闯入卑职的房间 看似现身 实际呢 却相安无事 所以说啊 这个叶探呢 未必就会现身 请殿下 明察 好好好 一切都怪我恬不知赤 太吃太傻好不好 我既然侮辱了皇室的名声 弄得我自己无敌自容 我 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啊 江姑娘 雨珊 雨珊 你不去做啥事 放开我 你阻止我干什么 人家已经是乱中气 我又白口莫辩了 今天走到这么难开的地步 你要我 你要我还有什么脸活下去 雨珊 你不会白口莫辩 因为 因为我都看见了 那天晚上 我就在会馆窗口外 我什么都看见了 什么 什么叫你都看见了 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我告诉你我看见了什么 我亲眼看到你们亲热 我亲眼看到你们公寓 这样够不够 这样够不够 我 我 杭廷生 现在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想你也无话可说 既然事已至此 回头 我立刻修书一封 命人快马回京城给皇上 雨珊 你放心吧 说起来 你就像我妹妹一样 就算是我不替你做宠 宫里头还有奶娘 还有母后 还有父皇呢 你就等着 皇上给你做主吧 雨珊 叩谢殿下恩典 我 殿下 怎么 难不成你对我的处置 还有意见 没有就好 相信父皇看了我的信之后 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 下官请求告退 告退 你不是处事干练 大公无私 凡事都要求个公道吗 今天撇开私情不讲 但说在佛门禁地 众目魁魁之下 大大出手 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还伤了人 这桩纠纷 难道就这样算了吗 您将姑娘 我寻访你本是一片美意 想要答谢你在京里的仗义相助 可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眼前你打伤人已经是事实 偏偏我又从航铁商那儿得来的教训 就是再也不敢包庇自己人 所以 怪是怪你自己 遇人不熟 我束手就擒 自己做的 活该承受 启禀太子殿下 江姑娘既然是伤势不清 不便一栋下山 卑职我是略通一树啊 不如先替江姑娘就地瞧瞧 万一有什么伤心动骨的 也好救个急什么的 那好吧 我得忙着回去写信去 羽山就交给你了 好好 带向一片平稳 根本就没事 冥香叫她给栽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